歡迎來到實踐純藝術這個頻道 I am Lawrence 這個頻道是講由某一個藝術生態的角落去看 去講去理解這個他見到的藝術世界 各位好 今集實踐純藝術講的主題是 作品自會發聲的講法是否成立 在展覽場地或者是對藝術品的對話裏 不時都會聽到一種講法 就是作品自會發聲 而這個講法可能會得到一定的支持或者同意 對於作品自會發聲的這句說話 其實是一種有趣的講法 有趣的位置是有一個隱藏的前設 作品自會發聲 即是代表作品的表象能夠帶給接觸對象 即是觀者 一種或者是多於一種的信息 而隱藏的前設就是假定所有對象都能夠得到相同的信息 這句說話就好像對著來問你 你讀不讀到信息 但是如果對象經過分析作品和了解作品之後 所接收到的信息其實都不會是相同的時候 這樣就不是作品自會發聲 而是對象對作品所分析的結果 當然 不同以上述講法的回應可以有很多種 其中可能會用作品的質素 作品是否精準到位等等內容 例為作品自會發聲這句說話作出辯護 指作品如果能夠發出它的聲音 對象就必定能夠閱讀到 這樣呢 假設眼前有一件作品 是高質素的 而且又精準到位 這裡就不談這些定義了 在不同的觀者之下 能不能夠得出一個普遍性的觀點呢 就連不同藝平人都不會有相同的閱讀結果的時候 何況是一般的觀眾 所以要得出一個有普遍性的第一觀點 可以肯定這樣說是不可能的 因而作品自會發聲的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 雖然上述的內容都是指出 作品自會發聲這一種對表象的說明是不成立的 是因為建基於沒有普遍性的結論 但這個說法又不時會聽到 到底這句話應該怎樣去閱讀呢 首先 作品自會發聲這個說法 不是一種定義 而是一種理解 是一種表述 理解到不同經驗下的閱讀 會得出不同的說明 這句說話的容易 其實是指主體是不是在讀作品的內容 即是作品自會發聲 不是指能否閱讀到相同的內容 而是同意在主體下去理解的作品 在不同的經驗的背景下 所帶出的內容都是不同的 而將這些理解到不同主觀的內容 講成作品自會發聲 這集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原文放了在資訊欄 有興趣可以看看 下一集會繼續另外一個純藝術的主題 剛聽又有興趣的話請訂閱這個頻道 好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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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